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间专造平房就像被轰炸过 墙壁崩落 家具也飞了出来 一片狼藉 邻居听到蹦的一声 被巨大的声响吓坏了 出来查看 发现79岁的屋主全身多处烫伤 虚弱地坐在地上喊救命 不只老先生受伤 74岁的妻子也同样烫伤 老夫妻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 虽然保住了命 但两个人全身都有二到三度的烫伤 因为有吸入性作伤 所以目前有使用呼吸器单治疗 那两位目前的情况在已经我们紧急的处理之后呢 目前暂时是还算稳定 整起气暴发生在彰化县永静香 1号凌晨3点钟左右 当时红天巨响 监视小组初步清查 夫妻俩的卧室内发现的瓦斯桶相当于常理不符 邻居说可能是妻子长期中风卧床 老翁不堪照顾疲累 才会由此举动 连带球轮质疑 林宏吉 林一峰 彰化报道